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某理想氣體分子 其能量的F比例 我們假設這個理想氣體 它的能量是U 它的F比例是直輕動能 就F 這個EK 不對,應該是EK EK 有F比例的能量是EK 所以F比例是U 那U的話是理想氣體 它的總能量 他說將該氣體 置於透熱的氣缸中 這裡的話有熱源 這裡是熱褲 有熱源 以致系統平衡時 氣壓是P 一開始是P 然後體積是V 溫度是T 第一 好 那麼 今天緩慢給它加熱 使它的溫度升高 變成P2 它壓力固定 所以它體積會增長 如果加熱過程中壓力維持不變 則在此過程中 我們看A問 氣體對外做工多少 我們曉得說 這個PV 是等於NRT 假設它有M NRT1 NRT1 好 那現在的話 你給它加熱的話 它這個內容增大 所以它的話會膨脹 那膨脹的話 壓力固定的話 所以它那個 對外做工 氣體對外做工 氣體對外做工 就是PΔV PΔV 這個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任何時刻的 那PΔV的話 是等於NRT 那NRT 那NRT 是等於多少 NR 溫度是從T1 變成T2 T2 減掉T1 這樣子 好 那這樣等於多少 我可以把T1 抽出來 就N 這個是W 就是氣體對外做工 NR 我把T1抽出來 那這就是T2 減掉T1 除以T1 我們知道NRT1 是原來的PV 原來的壓力是P 原來的體積是V 原來的溫度是T1 所以這個等到 NRT1是等於PV 所以PV乘以多少呢 T1分之T2 減T1 這是第一小題 在我們看 氣體能量增加多少 氣體能量 就是ΔU ΔU的話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F分之1 乘以ΔEK EK就是分子直心動能 分子直心動能EK等於多少呢 等於2分之3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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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T1是Pv乘以這個 所以這個是2分之3 乘以多少,乘以Pv T1分之T2-T1 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以後等多少呢 這是F分之1 乘以多少 乘以就是2分之3 Pv T1分之T2-T1 所以這等於2F分之3 Pv T1分之T2-T1 這裡就是第二小題 再來看看第三小題 C 這個不是More定壓比熱 是定壓比熱 不曉得定壓比熱 是等於BQ 對溫度的配方率 Q是熱量 就是增加單位溫度所需要的熱量 這個把壓力固定 好,那我們先來看 這個我們就插這裡好了 我們知道 這個DU 就是內能增加量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 內能增加量 是等於 加下來的熱量 DQ 減掉多少呢 對外做工 PDV 好,那DU等於多少呢 DU等於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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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曉得說 嗯 因為選項的話是多少呢 LU等於TV T1 或是T2 就把它插掉 我們曉得 我們曉得 U等於 U等於 F分之1 乘以EK EK是2分之3 NRT 所以DU等於多少呢 DU等於2F分之3 NRDT 加PDV 加PDV 那我們曉得 這個PV等於NRT 它這壓力是固定的 所以PDV是等於NRDT 這是NRDT 好,那我把那個DT把它除過去 就是PDV 就是你把那個壓力固定 它對外做的工 就是等於這個 然後把DT除過去 就變成多少呢 這個是CP 就是等於多少呢 DQ DTR 這個是PDV 就是什麼呢 就是壓力固定 你呢 它對外做的工 就是等於這個 然後把DT 除過去 就變成 NR 乘以2F分之3 加1 但是問題是 NR等於多少 PV等於NR 我們寫這樣的話 寫這樣是一般式 就是說任何時候 都是遵守這樣的關係式 我再加一個T1 就是某個特定的狀態 當一開始的時候 它的壓力是P 它的體積是V 它的溫度是T1 這是特定的狀態 好,那我現在NR就等到 T1我們是PV 所以呢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是等於那個 等於 NR把它除過去 是T1 或是PV 這個PV呢 就是 就是一開始狀態的PV NR NR是這個 乘以2F分之3 再加1 所以呢 這個就是答案 亂抵抬抬抬 medication